刚刚呢 我们写的这个程序呢 是根据我们 scruby redis里面 example project里面的my spider redis 这样的爬虫 来帮助我们实行那个分布式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在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分布式爬虫 叫做my corner redis 我们去看一下my corner redis 和我们这张redis有什么区别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 这个redis 这个内呢 这个爬虫呢 它寄生字的复类不一样了 寄生字是什么呢 寄生字是这样一个redis crossbiter 对不对 redis crossbiter呢 这个内是什么内呢 就相当于说我们之前的 crossbiter 的一个分布式爬虫内 我们之前的 crossbiter是能够帮助我们自动的 提供幽业记者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redis crossbiter呢 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自动提供幽业记者 还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分布式 明白吗 就是这样的内 所以它寄生字是它 那么下面的内容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这个name name就是爬虫名 非常清楚的是什么 redis key 刚刚我们也见过 这个redis key的 我们可以spread取的 并不一定要非要取它 对不对 我们现在spreader也是可以的 下面是ros 或者规则 对不对 这个地方动态定义 aloud domain 我们可以不需要它 对不对 我们在这里给它指定一个allow的 domain是不是就好了 也是可以的 承动指定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不需要的 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呢 这个地方我们写了一个call bug 等于pass page 对应的 是不是有pass page这个函数啊 大家也可以发现 这个函数里面是没有pass方法的呀 因为pass方法在里面是不能定义的 cruise spider里面的pass方法是 发送关于链接取取器 其中在uog的请求的 有特殊用途 不能过去重写它 所以这个地方呢 直接写的是pass page 这个方法 反合一个字典对不对 是不是做这样的事情啊 相当于就是我们之前 cruise spider这样一个分布式版本 现在都没办法 那下面呢 我们就要根据这样一个案例呢 这样一个demo呢 来完成这样一个练习 这练习是什么呢 我们要来爬亚马逊的图书 那么亚马逊的图书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URG是这个样子 在这个地方 对吧 拿到了这个页面之后呢 这个URG呢 大家都是有的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可以 自己下来分析一下 给大家五分钟时间 如果我们要抓这个URG 至于现在是 问题就是这样子的 大家有个新的项目要做 要爬什么呢 要爬亚马逊 对吧 爬亚马逊从哪开始爬呢 对不对 这些问题呢 不能永远都是 我给大家讲 对不对 大家后续肯定会碰到新的问题 那些问题我们上次没有讲过的 那这个时候呢 也应该有自己的思路 做这个事情 所以大家可以花两张时间呢 来看一下 这是应该怎么做